养活月季的话有可能都知道月季它是比较容易出现病害的 尤其是什么黑斑黄斑底下的这些叶片掉光光 那么我们为了避免这种问题一定要提前预防 要以预防为主 不要等到出问题了我们再来解决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所以说我们最好是在这个天气回暖 马上给它定期使用杀菌药 月季的话呢因为它的各种病害比较多 比如说什么黑斑病碳菊病 灰美病白粉病等等 如果说大家不懂得用药的话呢 可能你喷一个药对于一个病有用 其他病害就没有用 所以呢我们想要简单高效处理 可以直接用这个好清醒本甲笔作纸就可以了 不管是什么黑斑病灰美病白粉病碳菊病 等等常见的一百多种病害 它都可以有效治疗 如果作为预防的话呢 15天给它喷一次 如果我们的月季已经感染了病害 那么我们先把有病害的叶片全部给它清理掉 连续给它喷三次 三天一次就可以有效控制 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你的月季健健康康 不被病害糟蹋 同款好清醒本甲笔作纸 视频下方链接就可以买到 谢谢大家